泰国曼谷的昭丕耶河岸生活这一群现实版的夺宝骑兵 他们每天潜入水下寻找沉默已久的宝藏 清晨,62岁的巴霍名萨芒开着自己的小船行驶在昭丕耶河上 之后,在他人的帮助下,萨芒戴上了自制的氧气头盔潜入水中 不同于专业的潜水设备,这个头盔自重20公斤 仅用一根橡皮管连接船上的供氧装置,十分简陋 一次可支撑寻宝者们在水下作业30分钟 这趟运气不错,下水15分钟后,萨芒戴着宝物浮出了水面 他找到了几枚石酒设计的铜笔,每一枚都能卖到15美元以上 比泰国居民的平均日收入高出两倍多 萨芒做这一行已经超过30年,然而现在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出于城市发展需要,曼谷市政府计划拆除 溅在水上的悬空住宅,把里面的人转移到市区安置 这样一来,90%的夺宝骑兵们将被迫失业